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大家回来这个第二节 由于上一节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 就是刚才非常充忙 我们再讲回刚才有点点未讲完 这本David Garland 《大卫国难》的这本 《惩罚与现代社会》这本书 其实呢 它同乎这个 它怎么可以辅助大家理解 《惩罚与现代社会》 《惩罚与现代社会》 就是因为它 比《惩罚与现代社会》 《惩罚与现代社会》 《惩罚与现代社会》 那本书的文字更加浅白 并且解读得很好 所以 如果 大家需要一些辅助性的东西 可以去《惩罚与现代社会》 大学的书店 或者其他的大学书店 找找 上网就是《博客来》 《惩罚与现代社会》 是由这本书 是中文的 当然它都有英文版 你可以看英文 或者中文 都你自己选择 是吧 那其实 刚才北山也说到 其实这本书 就是有一个 点题的作用 就是有一个 讲这个《惩罚与现代社会》 就是现代社会 是吗 现代社会 是怎样回事 另外就是 其实一个 现代 或者整个 近代的西方 其实都有一个反省 就是什么叫现代 现代性 或者是什么 其实我们一般理解 刚才你说的 现代 就不是一种 技术性的现代 是一个 时间的看法 是的 其实是一个 深层一点的说法 当然一些科技 或者现代化的过程 都是一个 现代的呈现 但是其实 主要来说 是在说 我们对时间的看法 人怎样看自己的看法 和一个世界观的看法 即是时间 自我观 自我观 和这个 看世界的看法 是的 看世界的看法 那如果 从这个 大前提 或者 context 或者这样反省 其实《惩罚》 这本书 其实都是在说 一个现代性 或者一个人 如何成为一个现代的人 为什么他选择这个 监独制度来说 就是透过监独制度来说 或者是透过 惩罚这件事来说 这个现代性 如果是 惩罚这个 其实这个discipline 这个都有一点 就算我们不是在监仓里面 我们都是给一个 discipline的 disciplinary 就是在学校 就是在学校 或者是女性 如何坐法 是的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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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身体的 控制 其实是 透过这些 对身体的 控制 来呈现 知识性的 一些论述 我为什么知道自己是主体 其实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对身体 一定要有一个控制 以及对身体有些知识 但这件事 很圆妙 如果你要 就是说 你如果要 是不是傅哥认为 如果你要 那个主体性 是和这个 和这个 他控制 他的主体 这个对象 是有一个 这样的辩证关系 谁才知道自己是主体 其实他是 因为 基本上 以我 读Foucault 来说 我自己的理解 一直以来 Foucault 尝试将 譬如 研究疯狂 研究 clinic 研究性 研究 监狱 监狱 种种 大家一听 其实很多都是研究一些 很偏向 对揚着现代 就是现代性 所谓的科学 整个科学的知识系统 一些对揚物 这个我们词语物那里都很清楚 再说一次 而词语物那里 第一篇讲画 正正就是讲 自己怎么看自己的 EPISTEMATE的概念 EPISTEMATE 是的 这个知识空间 或者知识型 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的知识的建构 和我们自己的 看自己 看世界 看时间 即Foucault 讲时间会少些 但是 待会我们 如果讲B&N Time 真的可以讲多很多 讲《存在于时间》 这本书的时候 但是 里面涉及 一件事就是 Foucault 要去进入的研究 它不会好像 一般以前的哲学 银样作一个 诗辩的论训 因为Foucault 要尝试 从哲学自己的 对立面 去追问哲学 或者现代性的哲学 到底的 纳烛点在哪里 这个是Foucault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他自己做的 Approach 因为他一定要问 为什么科学理性 或者哲学 作为一个 科学的MetaTheory 就是叫后撤理论 或者叫做MetaNarrative 科学哲学 MetaNarrative 或者它的原源 就是哲学可以 背后的理论 比如很简单 纯粹理性批判 其实就是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就是为科学立法的 其实某程度上 为我们可以去理解 人可以知什么的立法 但是问题很有趣 到底哲学本身 claim的理性 到底他自己的合法性 在哪里呢 这个 福摩 其实 即是科学的合法性 是的 福摩他尝试去做的 其实跟随意 个案上做的 是很相似的 Durkheim Durkheim 是很相似的 Durkheim是非常之重要的 一位社会学家 哲学家 是的 因为Durkheim 他从来做社会学的研究 是尝试去 不为Terms去Define的 他从来是将一批由一批的概念 扔出来 然后透过他们之间的对揚 就是两个 之间的关系 两个的关系 他不会定义这些名词 但是透过名词之间的一种 可能一种类似 关系或者所学的关系 去建构他的理论 是的 福摩其实做的就是 一样就是 如果我要理解哲学 或者思想史的话 我们就要找回 思想史 视之为非理性 即是他自己 觉得他合法 某些东西是不合法 两者之间 即是不合法的东西 就可以追索他的 是的 他的合法性 是的 因为譬如康德说的就是 某些东西是不合法的 你那个理性的运用 在这里 其实福摩的 即是他的 purpose 是 信问现代性 为什么你说自己的理性是合法 是的 就要从一些不理性的东西 去考究他里面的细节 嗯 这样 这个就非常深奥 我都明白 但是 都是一些很根本的问题 就是 大家要回去试一下 因为如果你要明白福摩 就要明白他背后的所谓 有一套 自学观 去做这些论述背后的 这个假设是什么 不过我们可以尝试 拉回一些 我们香港生活里面 香港人的具体事件 就是说 其实刚才都跟他们说过 其实这个 其实近期那个 厌毒事件 其实都给了我的感觉 就是一种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再加这个 封医力这样的 这样的运作 就是透过告诉你 你是 你是 怎样是一些 有毒的 透过建议 一些有毒的 毒的 学生 接着呢 就 就 控制了所有 那些人 就是所有人 都没有办法 对这一套论述 对他 关键就是 他不是 他不是通过 一些高雅手段 去控制 这些学生 控制 这些青少年 而是通过一套 这样的 知识的论述 就说 我都是为了你好 这套 为了健康 和正确的人生观 全部就 在一个 研读 这一种 这样的论述 结晶了 在这一套论述 所有人都变成 所有的青少年 现在所有的 中学的 青少年 都变成了 是罪犯 是预先假设 你是有罪的 这个 我感觉 就变成了 你无论 有没有吸毒 都先附会了 制度的权力 不知为什么 他们可以有 这样的权力 但通过这个论述 就说 我现在要替你们 驗毒 突然之间 他就有一个权力 去操控你的身体 你的私隱 甚至你的自尊 而你是 没有办法反抗他 那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是吧 其实北山 是中学生 不是 我是中学生 我是教师 那其实呢 你怎么看这个 驗毒事件 如果和 傅拉 和傅哥 其实 刚才你说的 我想都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把所有人 纳入一个 我们叫做 刑事 刑事 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一个知识系统 来刑事 知识系统 是的 以知识来说 我们觉得是去追求 去 我们社会 说是知识型社会 去拥有 很高的东西 就是我们拥有的东西 其实是将它 纳入去 其实我们已经是 我们发现 社会有很多 这些论述 但是 我这样听 刚才说 变成了不是我们 去拥有知识 而是知识在监视我们 对吗 其实你一方面 但是傅哥其实都不是 那么反对知识 因为其实 力量和知识 如果没有了知识 我们说不到话 当然 我们做不到陈述 做到世界 但是如果有 另一方面 知识的一个 在他来说 亦都有力量 他有权力那一部分 其实他的力量 是很忠诚的 忠诚 对 即是他不会说 因为你 因为你 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下一节 回来再解释 为什么傅哥 可能对于权力的 忠诚的看法 这件事情 也没有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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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